大家好,歡迎收看NITR,我是Anita 上一條影片,我就介紹了Canva AI 和 Gemini 在生成互動教學遊戲上的比較 結果,各有千秋 但是Canva這次的update,coding 只是佔一部分 它還有很多在設計上的大更新 所以,這次我就說一些我覺得很棒的更新 In case,你沒有看我上一條影片,要用Canva AI 要先解鎖 方法是進入Canva,找這條Banner 之後,在右邊這個紫色這裡按下去,會聽到叮一聲 按多幾下,會跳去另一個版面 沒心機看它的介紹可以skip 回到Canva,會多了一個Canva AI,按下去就可以開始 進入去後,會有幾樣東西可以做的 例如,是上次的Code for me,即是做Coding 而今次,我們就會看Design for me 按著它 我們首先看看有什麼可以玩到 首先,有Social Media 之後,還可以選不同的Format 之後,有Presentation 有Marketing 之後,可以裡面再選Business Card Flyer,Infographic 和Poster Card and Invitations 裡面有Card,Invitations和Postcard 最後,還有Logo 不過,我自己試過Logo就一般了 Logo,我覺得最好都是交給專業的Designer做 我自己也試過按這個按鈕去Gen 其實分別只不過是,它會幫你在Prompt前面加 Create a 什麼什麼Design Featuring 然後你進入Prompt 我自己就覺得,不是很需要的 自己寫好像會比較清楚 所以我就不按這堆按鈕 但你喜歡的話也可以使用 之後,下面這裡 它有些例子可以給大家看看 例如是,Promote a Natural Organic Skin Care 大家如果不知道怎麼入手 都可以選擇一個跟你要的東西接近 然後按開它,看看它的Prompt怎麼寫 做參考 但我覺得它的Flow做得不太好 通常這些Sample,我都是想參考一下Prompt 但這裡一按下去,它就會直接去生成 幸好你是免費的,不然就消費我的Credit 之後可以Copy它的Prompt 我們來下手試試看 首先是第一個例子 在IG上出一個Product Short 假設這一件就是我們要的Product 我們首先就上Canva 之後按圖右上角的點點點 按Edit Image 之後按BG Remover 等它一會,它就會自動幫你做退地了 再按Save,就會多了一張透明底的圖 之後去Canva AI 按着Design for me 我這個也是Copy它的譬如 後面這部分就是要跟你的Product是什麼 我覺得都好直觀 用這樣的Template去改造你的Product也不難 之後按這個加號,選擇你退地的圖 如果你的圖本身是白底 它這裡的Preview就是分不到哪張才是退地的 由於它是最新的放在前面 所以選前的那張就可以了 它會有幾個Design讓你選擇 這個選擇就不是代表你要接受整件事 你選擇一個最接近的就可以了 選擇之後,右邊會放大 再讓你做調整 例如是收拾一些字 換一下圖 還可以按上面的Color 去轉色版 大概OK之後,就按Use Canva Editor 就會變成一個Design 在這裡你就可以再去人手修改這個Design 你可以做轉色,加減圖和字 或者直接把整個Product再放大一點都可以 基本上跟平時用Canva組裝設計就沒有分別了 我這次再試一下不用它的例子 用最簡單的Program去生成一張活動的海報 當我們有個這樣的Event 細節就在這裡 我給了一些時間、地點和 甚至乎我作了我是那個Speaker 就給它一個名字 它就給了一些跟AI有關的圖給我 但是我這個Event 就因為有Speaker 通常這種有Speaker的Event 都會放Speaker的照片 我試一下叫它加回 Add a profile picture of the speaker 不完全是我們平時看到的那種Poster 它也是純粹把那張圖改成人 看來這方面它是做不到的 我們再試一下叫它更簡潔 用簡單的設計 跟剛才一樣 大概OK之後 就按用Canva Editor 之後就再自己人手收拾 剛才的情況 我就覺得可能是 都是用它第一款的設計 即是圖是跟AI有關的 然後再人手在名字旁邊 加上Speaker的照片 這樣好像會好些 看了兩個例子 聰明的你應該都會知道 已經不需要用什麼很特別的Template 但是我都綜合再說一次 整個Flow應該是怎樣做 你可以用上面這些按鈕 之後Prom就直接開始是你要的東西 或者可以像我一樣 自己寫完開頭 就是Create a 然後你要生成什麼類型 是Poster Instagram Post Business Card Presentation 之後可以跟它用Featuring 或者直接用On 沒什麼所謂 影響不大 之後就是你要的內容 如果你有什麼要求 都可以直接跟它說 用簡單的英文表達給它聽就可以了 如果你有任何的圖要它用 可以按個加號去選擇 然後拌了出來之後 就按開它 可以改個色版 改字 換相 大致OK了之後 就按Use Canva Editor 再人手細緻 那就完成了 完成之後 可以按右上角的Share 如果要下載的話 就按下載 選擇你要的格式 如果有付錢的話 會有多些Program可以調教 之後可以按下載 除了下載之外 還有很多其他Share的方法 我自己就覺得 WebSite這個 應該對大家來說會有用 大家有需要的話可以看一下 我其實是有試過去給他更多資訊 又或者指定叫他細緻某些位置 但最後還是發現 他也是衝破不了自己的框框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 他應該都在自己那些Template上面 去做多一層 就是用AI幫你找 或者組合一個適合你的Template 如果你有給一些圖或者字 他就順便幫你塞到Template裡面 但要求再多一點 他就做不到 所以感覺上 似乎他不是整個設計 幫你塞出來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 好一點的用法 就是用他來快速地找一個適合的Template 然後順手 可能給一些圖和字 給他幫我快手塞進去 但之後 再人手慢慢細緻這個步驟 就避免不了了 尤其是如果是Presentation 正確的用法 應該是找他去塞出來 然後再人手慢慢砌內容 如果你的要求是全自動地 生成你的Presentation Deck 可能就應該用其他的Platform 例如是Gammer 這樣會好一點 但我自己就覺得 雖然是沒有Designer做得那麼好 我是說真的Designer 不是偏偏做那些 剛才也說了 它是Template 所以你不要期望 它可以幫你設計出一些 很創新 或者很驚為天人的設計 但對於一些不夠Designer 甚至是沒有Designer的小公司來說 有很多時候 出Post 出Postar 這些工作 都會是給一些 不是Designer的人去做的 那這些情況 Design for me 就很有用了 以前的Canva 其實已經可以幫到很大部份 但在找Template的時候 都要花很多時間 現在就直接連這些時間都節省了 雖然不能夠做到全自動化 但已經幫了很大部份 對我這種人來說 真的很有用 那不知道對你有沒有用呢? 或者你身邊有沒有這種需要的朋友? 記得Share這條片給他們看 還有記得Like、Comment、Subscribe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UMB